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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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个 卫国的气势一下被打击住了 国家表示保不住了 保大还是保小 那肯定是保大呀 所以说桃子不要去救邓爱了 这边大脑飞挂着上巴舌宝 你去救邓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浪费 不要救了 这里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救 我去你两个桃子救他干啥 这个邓爱有什么好东西 也都直接留给曹丕就得了 两个桃子救他 真的是没有任何必要 他的卖血技能并没有什么卵用 对不对 你看这曹丕玄域 国家你们的卖血技能多强 你们留着桃子 你看他杀完了 他就算收了 他敢继续杀吗 他敢杀曹丕吗 他杀曹丕倒是有可能杀 但是杀曹丕 他也不是那么容易杀死的 你留着桃 对好 国家表示我就是桃 如果我任性 我根本就不虚 我就扔了 我就当这个打水漂了 是不是 反正我也我也这个吃马男友 捅了一刀 不敢捅这个周瑜小桥 局势还是比较扑朔迷的 周瑜小桥放一个男孩 放就放吧 剩下的都是四血装汉了 剩下暗将对不对 他愿意打位 他就打位 当然你这个男蛮 其实对位并没有什么伤害 讲道理 人家曹丕大堆牌 国家小敦还怕一个男蛮啊 对不对 放完就放完吧 这边 这边这个人掏出刀来去砍 手牌不易出 还要顶着郭德纲去墙上 吃群的概率就非常低了吧 应该是鼠无地干活 好的 这边曹丕还有一个大波反扑 判定摸牌 这是什么 夏侯渊 判定摸牌张和 夏侯渊 对不对 或者什么夏侯渊 许鼠夏侯渊 张辽什么的 你出来呀 大卫你开团了 他不出来 不出来 挨出挨出不出吧 你都放男蛮了吗 然后曹丕直接把他们给翻了 好像主事小看见这边 那个人是魏的技能 准备开技能要亮的 然后曹丕直接给他翻了 曹丕肯定要翻他的 就无论你是不是魏 也得翻你 虽然说那个人没亮 比如说八号没亮 然后你亮了八号也了 对不对 但是曹丕要保证自己的行动 这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 直接把庞总杀死 大卫用不消亡 不要瞎利弗赖 很嚣张的样子 一副 再开了一个桃园 我们魏国回过雪 就很赚 接下来很可能三打三看 能不能打得过大卫国 低调分军攻一下 咱们享受了桃园 又享受了一发火攻 冰火两成天 打白兔 跳跳跳 决斗 拍过去 八号可以亮了 没必要再藏了 首先呢 你亮了发动技能 你要是夏侯渊呢 你也亮 防野 你要是张和呢 就出来偷 对不对 好 这边这个人被勒住了 好惨啊 其实也没啥惨的 就扔了一张牌 偷偷偷偷偷偷 他有可能是那个谁 他把旗头给关了 还藏 不是 你不就是位 你这能不是位吗 你还不亮 你说你不亮 一会一号亮个位 你还四血叫 还能是位的 你不是亏猪强 猪猪强 干你 要直接怒干一波 谁能当我 我有这个无双 是不是 你有八卦阵 又能如何 又能如何 准备一波把它干掉 五中生有 顺手牵羊 八卦阵搞过来 看都不用看了 对不对 直接撸死 吃个桃子 这个连弩 连弩虚报的连弩 也起到了作用 先决斗 看他们救不救 他们就在挂连弩 不救 不救就在说 对不对 看看是要藏 还是怎么着 那你救了 肯定要直接套出来 干了你 国家表示完了 玩不了 你们卫国还剩两个 卖血的 怎么能玩呢 下回元许楚 下回元许楚 你偷不了 你不愿意神速 那你晾呗 你晾个将 对不对 随便吧 其实魏国确实是没有消亡 剩下两个卖血的 没那么好打的 而且这个盟军 也不一定齐心 对不对 这边决斗 去压制按将 人家表示我卖个血 翻了周语小桥 反正又不亏 对吧 这个七号难道是个蜀国吗 不知道 还是什么地干活 灌出去 好的 准备打死 驱虎吞狼 打开对大七 结果打出来一个僵尸 怪不得那么猛 一点不虚 好 魏国又踢到了第2个钢板 好像魏国又有点 一个心情不愉快的样子 又觉得心里不能接受 打了半天 这下 这一下这个弹子非常的酸爽 一选四排 比你们魏国卖血质量要高得多 魏国有的时候要是点倍啊 连续碰见周泰旁统 真的这个气焰很可能一下就被打没了 好 这个拼点 好像是没拼过是吗 七号为拼点 中国大将 祭灵盖死 主持人家决定想收掉曹批 第一想收掉曹批 第二 英勇曹批把这个吴国翻了 他不敢翻咱们 咱们有联络 好的干掉了 行可以 接下来2打2 还行吧 谁能打我 绝不会倒下 这个泰史词周泰什么时候能倒下 还不一定啊 继灵还是非常的骚啊 继灵这个双刀流真的是厉害 还能骚别人手盘 一般的将打这个周瑜小胶是比较虚的 吕布继灵说实话 打周瑜小胶没有那么虚 当然也不一定好打 因为周瑜毕竟有英姿嘛 人家英姿不是盖的 这边他打不到咱们直接去九杀夏侯敦了 我的天哪 表示夏侯敦你后边是刚我啊 刚我就弹死你 当然他应该是不会去弹 夏侯敦没有桃了 他就算弹 你应该也是去弹周泰比较稳 使我一记三间两刃到 继续拼 请党杀神 佛党杀佛 这里没法去先杀周瑜小条 因为你先杀周瑜小条 周瑜小条就弹周泰 你没法打了 没办法 就有周泰的情况下 你只能先打周泰 你没法去打小条 打小条 他就弹 很亏 最终还是成功的把这个太子干掉 进入三十局 看看周瑜觉得 要不要盖掉国家 跟这个 季灵单挑 直接乐住了周瑜 觉得周瑜对他还是威胁很大 这个国家小敦不厉害啊 为什么不厉害呢 中了一记九杀 回复不起来就不厉害 天度 如等看好了 他可能会杀掉国家吧 如果能杀 因为反正国家也乐他了 好 给咱们贴了个乐 并不需要国家小敦了 还是比较怕咱们的 无懈可激 寒冰念还不错 还没有什么大点 寒冰台下得了 吕布加纪灵 真的是更骚气啊 当然如果你说你自信 去杀国家小敦 那杀国家小敦有个问题 如果周瑜犯坏去救 就比较恶心了 国家小敦还是砍了咱们一刀 意思说 周瑜咱们别搞了 咱们去搞他 周瑜说不行 收了你得了 留着你何用 不留着你也得被拼点 但问题是你收了国家以后 还是得被拼点 看看吕布基灵 如何和周瑜小桥搏斗 周瑜小桥 其实是一个单挑很强的组合了 但是呢 碰到吕布巨灵 可能有点弹疼 寒冰剑没了 寒冰剑没了 就硬刚是不是 哎呀怕什么 就跟你刚正面咋的 吃我一剂三剑两刀 跟你硬刚 怎么了 有什么 还谁还怕你啊 是不是 一点都不怕 杀他 神党杀陈 佛党杀佛 你弹我就卖血 国家也不亏 你不弹你就掉 随便你 拆掉八卦阵 统一刀 可以出闪 不闪卖血也可以 因为你拼他他弹 你可以多磨牌 但是刚才手上没什么大点 金手 有可能不会去拼 但是这边有大点的 就直接杀你 你看杀了你 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你怎么办 怎么办 这里他 他开始不吃桃了 就是想一会卖血 已经刻意开始了 大Q 这杀陈真的是爽 打了小桥 生活不能自理 火宫 看你什么盘 弹 弹了你就死了 他都不想弹 你知道吗 他都特别难受 弹了觉得死得更快 但是不弹也死了 寄生于何生亮 中国大将 杀陈在此 中国大将 杀陈在此 咱们再看 这个 第二句吧 主持人玩家的力道 不如歌 久屈断架 感谢他录像 这里恐怕 又要选这个 寄灵马腾了 要寄灵走起了 当然这局 可能会有马老板 关羽慰言也还行 不断杀能吸血 当然无论从强度 从国际来说 还是马腾寄灵更厉害 看看本局比赛 6号呗 他可能想找闪 放大嘴是吧 行吧 一杀一闪一万键 还可以 加一码 减一码 然后开始去捎别人 标飞舞 手渐渐 是不是 然后这边呢 又寒冰镇又去捎 这些人好奇怪啊 你说他是胃吧 他又不去捎四 捎个三血 他又去捎个四血 我的天哪 排排座你们 反正就是减软狮子捏呗 那意思就是 就这操作呗 结果真正的魏国出来了 很可能又是大魏 是不是 一点 看看是不是吧 也许还不一定呢 跟你讲 这个东西啊 都很难很难讲 好 他肯定去 因为那个一号去拆过他 所以他先找一号报仇 然后火山杀出个恐龙 那非常的尴尬 对不对 赶紧双量嘛 是不是 也不双量 因为有的时候上来乱骚的人 也有可能是恐龙的 对吧 恐龙 有些恐龙也喜欢乱骚 这是 这是什么操作啊 你是魏国吗 不懂 好 你自己出来了 非常的骚 表示魏国就是不要怂 我们就要大战 别解 谁也别解 你们 我是丘比特 连你们仨 出来个孟霍 孟神讲 好的 孟霍你不早点出来 早点出来 那个坑一点啊 行吧 随便吧 这边他并没有把还给孟霍 谁也没给 行吧 反正场上只有两个五国 那不是两个魏国 但是也不需要弄 咱们挂个八卦阵过了 观望一轮 哇 大boss啊 夹击 夹击 夹击boss 这些人去拆刀 行吧 你在拆刀人家生气了 人家直接给了一号 不能给一号 给那边三血不卖的 好不好 一号这个上来就骚浪剑了 有可能是胃 是不是 你给一算什么三血不卖吗 而且真机都出来了 更减少了一个三血不卖 对吧 十位的概率 不管那么多了 反正这个 咱们这莫名其妙得被冰了 他不冰下架 下架要动 冰上架 上架要没打打你 随便吧 冰就冰 反正也没冰错 这边你看人家出来干你了 根本不跟你客气 别说一个马超 想顺一波顺一波 然后再开代牢 好的 呀 慈雄剑调戏不了了 突然发现家机的体位 是不是 有点意思 全军投机 还是满克制家机的 的投机 看看这个一号到底是什么 我去 一号居然是鲁肃 你敢信 巫国上来也疗骚的 这种巫国就是天使巫国 就跟你有啥关系 你老老师在这待着让他们打去呗 他就喜欢出来打工 随便吧 你热爱打工 你热爱打工事业 就多多打打工 也没什么 这个局明摆着 魏国又没有碾压 不就两个魏吗 三又不是魏 这边两个数一个群 用得着撸吗 老老师待着就得了 撸吧 好 孔荣表示准备打工 不知道他准备是给谁打工 我也不懂 这边直接去干李点 李点也是没话说 这边怼死 家机就不要救他了 他还要救 然后他还要忘戏 胆子都非常的肥 一个要救 一个要忘戏 不是 我家机应该就不要救他了 家机好好的活着 皮啥都抢 好的 最后人家掏出连组怼死了 我估计恐怕 李点死了 马上反手就要杀你 卤素 你不要以为你给 给属国撸了 这个东西啊 国战经常就是翻脸 比翻书还要快 直接一刀再绣杀 好 这边有人救了 这种撩骚的 怎么都是吴国 好奇怪 好 这边恐龙也表示要救 都救 就是强行保鲁大师 觉得是大蜀国 我是恐龙 我就不带救他 有什么好救的呀 救他干嘛 又不是大蜀国 那边那个案子 不是救了吗 是不是 就他干什么 好 他这边跑来杀了咱们一刀 也不知道是不是 几个意思啊 搞不明白 好 打了点点点 是什么 不知道他到底是想什么 想干嘛 还是说点错 点 点错了 也不知道了 这边开始给鲁大师 非常的淡色一地 好 主持人要表示我亮行吗 我亮吗 别压我了 我这个身体太轻了 好 又开始吃三剑两刀了 你认为他手里 鲁素手白是明的吗 对不对 手里有很多锦囊子 想用用 万剑齐发 看看有没有僵尸 好像是没有僵尸 谁来个 他开始这个喷着谁了 喷着一个恐龙了 恐龙确实没必要保鲁素 这边先不亮马腾了 因为要开万剑 这边才可以亮马腾 然后再去顺一波 可以开大 也可以不开 当然没打死 没打死这个鲁素 所以就别开了 这比较尴尬 没有打死鲁素 看看国家要不愿意打死鲁素 国家表示我不想打死鲁素 开了桃园 坑你们 装坑你们 是不是 我们要结成同盟了 他要去找蜀国算账去了 已经忘记了鲁素的伤痛 他说德与我们四个为敌 你是吴国吗 为敌就为敌 也没啥为敌不为敌 就冰住你 好 蜀国也不杀吴国了 蜀国继续杀家鸡 出来一个黄中 黄中更是种的很爽 他把脸弩忽悠过来了 这些家鸡惨了 家鸡面对老黄中的种出 真的是无能为力 只能惨然受止 鲁大师会不会下 我刚才说鲁大师会不会下毒手 这个黄中就砍过去了 好吧 很凶 你看 我是 黄中我就不杀了 我就挂了横甲 也三手牌过 看他撸谁 他大概绿呼噜群吧 我觉得 你杀了一刀 他就生气了 他应该把 他应该把群雄的手牌 撸给爱宁 因为爱宁是他最友 他不撸 刚才给 把魏国撸给蜀国的时候 倒是挺卖力的 现在都不撸了 仇位的时候倒是卖力 真正该给自己队友帮忙的时候不卖力 快回去叫你主将出来 留着张纱防挑衅 行吧 这个胸材要不要出来挖 挖 身上还有两件方片的衣服 可能要脱掉了 这个其实是蛮伤的 换石斧 杀一刀 恐龙还是有闪地 他要乐住 乐不乐 把恐龙乐住吧 不乐 万一他解了 解了马腾的乐 是不是 他挺亏的 乐住 我就喜欢打你这种话多的 这边运气还不错 这些天度 天度的话可以 虽然杀不到鲁素 但是其实可以杀到鲁素啊 因为他们也有这个负一马 有青刚剑 当然这边双杀 保证更带走 那不是更好 负一马 神技 重复带走这个鲁大师 接下来大概率会有二维三了 我感觉 二维三打呗 应了头皮打 让你们看看纪灵神将 到底有多厉害 天文地理成像所教 天文地理成像所教 当然大桥也不会特别舒服 估计将尾也不会给他什么 特别好的 紧多给他点打工的牌 八卦阵忽悠过来 这你还敢挑衅 找死 好 外面是独菜 狗独菜 当然他无所谓了 他就 他就想回个血 拆一张纱 正常应该不挑衅 因为这边 感觉气牌气得大量的纱 起兵挂起来 纱一刀 好的 拆一探 出来吧 反正已暴露是不是 这个两个群群要二打四了吗 已经干掉了一个鲁素啊 这大桥确实就有点麻烦 只能墙上这个墙上梦霍了 一个八卦阵 一个 一个藤甲 手里有青钢剑 青钢剑在手 祭灵真的是强 这回他表示我直接要忽悠这个联主 准备干这个谁了 顺八卦阵啊 顺八卦阵是不是好一点啊 当然顺了个桃 行吧 自信顺桃子 然后盼黑砍死他 好吧 但是人家连盼了两个猴 这就非常的尴尬了 没有杀掉姜维 没事 姜维再说吧 你看他的手就不够骚 一拆一顺搞不掉桃子 这里有个大桥 确实是特别麻烦的 你知道吗 这个孟霍呢能再起 不用丞相助我的 将军助我 对不对 可能又起来了 你这不用助我啊 你默默的摸两个桃子吃了 是不是很开心 祝我连弩挑了 因为孔荣有一大堆牌 很可能给一大堆杀 谁说他能乐住 这刚才不是天怒了吗 一会又天怒了 孔荣 远交进口 哇 这手牌能不能解乐啊 九你要干什么 大哥 你要三年两年刀破腾甲吗 兄弟 可以的 你去杀孟 你去杀孟户好不好 朋友 好 还好没杀孟户 咱们天怒了 行 可以 这波不亏 这波真的是赚了 赚了一匹 中国大将 祭林在辞 这个主持者 其实心也是蛮大的 这个 不用大可以去拼 真的是不怕拼输了 拼输了 我感觉好亏啊 行吧 心大 你看最后南蛮你也没有用 这南蛮确实没什么用 就大可以去拼 过来拆桥 再起三个桃 孟户 你牛逼都不行 那这边三千两招 三千两招 这技能真的是厉害啊 就本货打的生活不能自理 他们来砍了 咱们有独菜 也不是很亏 独菜 杯哥一波 杯哥一雪 对吧 这个还 而且恐龙还能离让出来 这个收益就非常的高了 一雪三排 又被踢了个乐 来 孟户还能不能助我了 最好五下 五下就助不了了 好 五下 取 五下就助不了了 收了有一张九点的闪 就看这个乐了 非常关键 哎呀 恐龙还被冰了 被冰又被乐的 我觉得冰了就不要乐了 乐了就不要冰 容易 对吧 外面好像有无限啊 恐龙的无限吗 难道是 难道是恐 真是恐龙的无限 好厉害 他那边名牌了 随便拼了 就生生的靠三千两招 给怼死啊 这回你们能救救吗 救不了 而且他这边有负一马 救了也没有用 还能杀到 神一般的负一马 我拆桥 我拆桥把腾甲拆了吧 这不拆腾甲的 我的天哪 这这这这拆肯定有问题了 应该拆腾甲的 拆腾甲才能保证你后续的输出 能看到你觉得 对不对 你他 你难道你想留几个雷刹去砍他吗 那你也没留 留个大点 十点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不让开 好吧 让他看 行吧 不让开就不让开吧 大桥也裸摸不到方片 非常的弱 弱爆了 吃了个桃子 当然这个运气非常好 全摸了个酒火纱 你敢信 但正常情况下 确实是应该拆腾甲的 因为你是G零吧 你不拆腾甲 你怎么打 不很弹腾吗 好 这边挂了一个负一马 然后去砍 你挂减一干什么 留着啊 减一打K留着多好 好 背歌 直接扒光 这下可以上了 当然这回合还是要看大桥的乐了 乐还是很关键的 杀一刀 敢背歌吗 然后背歌出梅花是比较恐怖的 哎呀 这个香香不承装备的 我去 香香这回合在干什么 你不承装备找方片还玩个屁啊 其实只有找方片乐住才有机会 你不找方片的不乐住 你没有机会了 彻底没有机会了 你看还让恐龙摸了个代牢 还让恐龙摸了个代牢 这非常难打了 接下来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杀掉黄中 对吧 搞到两个伙子 杀掉黄中 但大桥香香一时半会儿也搞不掉 搞不掉没事 也不着急 反正两个人 他有本人吃菜啊 吃菜 吃菜就不怕你了 你随便断一个 也不怕他 留个火弓吧 我还没搞他 留个三尖两尖刀 一会儿考虑去戳死他 请休息吧 杀杀大桥 其实现在蛮难打了 这又有无蟹了 谁的无蟹啊 没杀 火龙的无蟹啊 那太好了 这就别 这你妹啊 就别杀了 我的哥 你这杀的是个寂寞啊 他就一张牌 你给杀成三张牌了 我去 你会一会儿打不死了 怎么办啊 要横生枝杰 他表示怕什么 他当然怕了 过两张牌有可能打不死的 逗我 还好 我公公死了 季灵这个将还是非常风骚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